蓝白河破局各走各的路 赵绍康27号专访中证实 侯友宜在整合过程中受到很多委屈 甚至柯文哲曾当面呛他选不上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郭民党希望合作都来不及 怎么会设你局呢 我其实是备胎 副总统是备位 我是备胎 我不是主要考虑人 我觉得他有点委屈 很委屈压抑自己 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太高调 也怕刺激到柯文哲这方面 希望合嘛 而且柯文哲 其实蛮羞辱他的 他是对外媒讲当面 当着他面你选不上 你不要出来选 我比你适合多了 你让我选 你选不上 你听到了吗 那个侯友有讲 事实上有讲 他就是说各种 就是看不起他嘛 柯文哲当然本身 他讲话的可能口气是如此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赵绍康认为 柯文哲不断说 蓝白河遭国民党设局 但是国民党想要合作 都来不及怎么会设局 本来以为真心会合作 只当自己是副手备胎 而被问到怎么争取年轻人的支持 他说到从政策面来看 就是和平和战争的选择 民进党把兵役 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而且在贫富差距上更悬殊 这些都是应该要换人 做做看的理由 超超康提出 选战策略是总统大局 把柯文哲打到二十%以下 侯康佩就有机会胜许